诶 这个正牌的那个盘罗 正牌的盘罗 正牌的盘罗 哇 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沃草的鱼昌 好 开始了 大家好 我是雨昌 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疑似NG0的案例 就是一号他今天有提到他希望NG0可以变成像NG0这样子 那我分享的案例是公民1985行动联盟的国会调查病团 那我是雨昌 那只有联盟工作者 那同时我也是公民1985行动联盟的成员 那也许都会在立法院前面曾经看过我在讲话 那 刚才好像有了被罢线的案例 那等一下我看 我大概一定会被罢所以敬请期待 那一样这个演讲也含政治议题 所以我听过 曾经跟你跟我发上讲 国会两支 然后他就变成这个表情 哈哈哈哈 如果有比较不太能忍受的 麻烦你忍耐一下这样子 好那我里面分享了公民1985的这个团体 那我们去年 就是8月3号在Costcoq 6日中间的时候 有办一个游行 然后现场25万人这样子 那其实这个团体很深 很深心的原因是因为他其实是一个在PTT上面 号召的一个团体 而且用PTT贴文和FB行销的方式来进行 然后所有的会议 几乎都是用Skype的方式开会的 所以是一个没有网路 就不行的MGO组织 然后成员也散布在各处 就算你也在很远的地方 你也要可以参加 那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 算是各个社医组织里面 比较接近和居临的一个组织 那当然大家都听过 有些人应该听过沃草的 国会无双的专案 那他们其实是用另外一种方式 沃草是一个比较 用专业团队的方式来监督国会 那他们是以日供和分散式的方式 监督国会 就比如 有点像这一遍的那种开发模式 那他们的这个 公民985行动联盟的国会调查 非常有点考虑就是营养和气氧 立委需要 那在去年2月21日 就是在国会无双开始之前 他们就已经在行动 我就已经在行动了 那那个时候我们在立法院前面 呃办了一个记者会 那那个时候我们喊的就是 领养和气啊 我们大家都知道 流浪口的问题很严重 可是流浪立委造成更多社会政治的问题 每次选举完 就有一批立委要流浪4年 然后他们不受监督胡言乱语 在那选民选出立委 就放在他们在国会里面 胡言乱语 打架道士 这样我们有尽到当主人的责任嘛 所以我们希望 学你所爱 爱你所选 爱他 就不要弃爱他 那这个专案整个都是透过网路进行沟通案写作的 一切都靠云端 那我们其实当然就会有很完整的文件 比如说教学文件 然后还有几个工作专业的文件 以及给大家看的一些范例 那这是其中的一些表单 可以看到就是 只要有ADOD 只要立院开完会 他们就马上会统计 我们就会马上统计出来说 立委的发言记录有哪一些 然后像是院会啊 然后谁有说过话之类的 那这个是在领表 就可以看到有谁 认领了哪个立委 甚至有的人很豪气 就直接认了整个媒政委员会 只要开会他就全部都看公司 那我们也会用Facebook的方式去标注那些人 请他们过来看我的用逼这样子 那这是做出来的一个网页 这个网页可以查询 他什么时候有开会 然后呢 你也可以看到说 我是某某某 我要查询我的任务有没有 他就直接给你告诉你 然后去看这样子 那看完以后呢 就在教学文件里面 就会教你要去填一个影片网址啊 然后填他的那个分类是什么 大致的心得之类的 他填出来就是像他们的表战 Google表战 填完以后就是像这个样子 就会有人说 他现在是做了什么东西啊 然后他的心得是什么啊 之类的 然后 在周末的时候 你一组的人 就会领养过去 然后把它做成影片 然后就放到这个网站 然后这个网站 完全open source 的话 其实他有商量 所以我们的流程大概就是像这样子 IPOT做出来 然后分配工作给志工 这是一群的 奋战下去 散下去 然后再由他们回报回来 然后再由影片的志工 再散下去给影片志工做影片 最后再产出影片上版宣传 那目前已经有约上百位的志工 而且上路在全台各地 有些人可能都没有见过面 所以 而且这个是一个NGO组织 所以 你爱怎么酸就怎么酸 你要怎么搞他就怎么搞他 没有关系 那 也预告一下 8月3号的时候 我们会举办一个国会电影院 然后 也是红中秋安 8月3号的一周年 那 我们会在一个地方 然后让大家 可以上街头一起看电影 那同时也已经在举办电影院的票选活动 那 欢迎前往投票 7 6 5 4 3 2 1 好 那欢迎各位朋友一起加入 那我们的口号是 每天5分钟就可以让大家讨论 那 你累了吧 来看一支影片吧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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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7 6 5 5 6 怎麼會?那為什麼不要講? 不要亂講,每個月都能吃吧 今天一個月才幾千塊,將軍終身擁好 所以我們中國臺灣瑜伽的演員,將軍終正擁有 將軍跟第一戰大力大力演,將軍人擁有很多 還以臨體重,還是中國終身擁有 他們其實特殊任務將軍 他們說,宣揚我們在臺灣的好 其實宣揚我們的政策很好啊 一定是在臺灣的政策 但是今天我都給他們這麼交貨 那你有沒有固定地請他們回來自己報告 你們到底去那邊做了什麼溝通跟交流 有沒有他們寫報告 憲哥說這個 對 對 對 至少一千多人 其實他是長居在中國 這是你去中國 對他公民沒幫助嗎 什麼提供憲法 有點公民 幫你提供工作 還涉及做 還可以領大問題就記得 一般的公民啊 他有權利 做任何 他想做交流 一般的公民 肯定沒有這樣的救養金 主委 我們每一個人就是說 這個是他公民的權利啊 這是他應該合法給他的 所以我們尊重他 新政策 政府根本在創作階級差異哦 先生 那 抱歉 好 過完了 好啦 看大家笑得那麼開心 我們就給他吵死了 來下一個下一個 其實我們還剩一點時間 今天大家都有吵死 來啊 我們來問一下那個講者 請問你想挑戰五分鐘還是兩分鐘 我想挑戰兩分鐘 好 那我們就請我們的那個 計時的壞人 等一下準時開始 兩分鐘到就給他爬 好 其實剛剛我是在上癌癌 其實上到忘記要爬線 哈哈 好啦 可以開始了嗎 開始了 來來來來來 開始了 呃 大家好 我是Carol 那 我 我目前參與 Taking Society 社群 參與公司參與社群 還有大本台肺域社群 這個是iPython Notebook 不知道有多少人有用過 可以做一些科學運算 可以拿來當你的筆記本 可以即時列印 有他的錯 那這個是Hesco 那就是這跟我們這個 今天主題iPython有什麼關係嗎 iPython Notebook加Hesco 等於iHesco Notebook 等於iHesco Notebook 它是一個Hesco foriPython 那各位回去的時候要怎麼樣取得這個東西 你只要檔開過instal iHesco iHesco 就可以裝好了 好的 一分鐘 那接下來呢 我就要交給下一位講的 蛤 還有嗎 有文化的Hesco 有文化的Hesco 沒拔到 沒拔到 厲害 一共用了1分10秒 下一位大媽 是我們對岸的好朋友 好 那可能發現了 我沒有換人 所以你拔不到我 確實 哈哈哈哈哈哈 但是 這個lighting power的規矩還沒守 所以我給自己呢 給了一個三分鐘的這個計時 好吧 那麼我說的呢 是要給大家匯報一個現狀 現在呢 你看 我們一講編成了 好像會有很多的專業公司寶牌 什麼OP呀 SOA呀 還有什麼等等等等 但是實際上我們 無論怎麼把我們這種行為進行美化 其實在那美眼中呢 我們都是馬龍 都是 都是程序員 那個員啊 貓屁的那個員 哈哈哈哈 那現在像大陆的事情已經開始自稱馬畜了 哈哈哈哈 其實怎麼樣 提高我們這個職業的逼格 讓所有人認為我們是一種很有品味的這種職業 其實二十多年前 那些 鮮人 鮮人 已經解決了 解決這位哥們呢 我們稱他叫高德納高爺爺 因為他們因為兩本半那個 那個叫什麼 計算機 計算機程序藝術這書 就被人給發了一個圖詠獎 相當於我們計算機界的這個奧斯卡獎 或者說這個諾貝爾獎 那他當初呢 是因為他的一個好哥們 當時在做C語言的發明書 當時發現大家都寫那個 會變語言的時候呢 寫的都很沒有違法 就是說 程序沒有結構 所以他提出了一個潛伏化編成 然後呢 鄙視立下這位高爺爺爺 高爺爺爺呢 後來名思複想 回去呢 又不是複想三個月 發明了這個文學化編成這個東西 於是呢 她的品質要本說 你看 你關照我 我關照很多方法寫 你是我沒接受 你關照我的這種方式去寫的 你沒文化 對吧 好 所以呢 當問題是這個文學化編成 literature programming 這個概念已經提出來快二十年了 但是我估計 沒有人知道 它是怎麼回事兒 因為確實 它跟我們主流廠商 特別是微軟的 這些類沒有什麼協議 所以你們從來沒聽說過 那我這裡呢 是從2006年開始接觸這麼一個概念 後來呢 是用了純Python 完成的一個編輯環境 LEO LEO 它呢 就是說文學化編輯環境 不是編成環境 它在這裏 剛能幹你所有的事情 呃 在這個環境當中 我感覺啊 我確實有文化 為什麼呢 以前 我得被迫把我的思維 跟這個程序 內在這個 表情的語法去匹配 但是用了文學化編輯環境之後呢 我可以無視這個程序原有的 什麼類呀 結構化什麼 什麼class function 等等的這個語法結構 我可以按照我的思路 去對它們切分 那麼它最直觀的是啥呢 把我思路 變成一個一個節點 用左邊的一個書籍去給它記錄下來 右邊的寫啥都可以 寫小波都用它寫過小波 寫過小波 寫過Below 寫過我的照片等等 那麼 具體的操作 具體的感覺 一些很細節的東西 那在這裡呢 我就不分享 畢竟是閃電秀 但是請注意 想改進你在這個行業當中的這種職業形象 或者說心理境界 開始追求一個文化的編程 那麼去查一下 literature programming 這個概念 以及LEO layer 這個文學化編輯器 謝謝 喂 你講完了 我主持人呢 我講完了 主持人在這裡 來 時間很快 來 謝謝你大方 你可以上去了 好不好 我們這裡 加碼了 哇 哇 鍋基哥 今年 公眾大個猛人啊 鍋基哥 來 那你們Q&A 開放兩個問題 問鍋基哥 我今天就可以引領一個 下 應該是 下一個風潮啦 明天大家都一人帶一人 哈哈哈哈哈哈 好 來 你要問什麼 來來來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你花費了多少 請問你花多少時間 準備桌機的 那個 我的桌機是 出發今天晚上 用那個 鋼灌 所以大概花十分鐘 然後就中間在裡面帶過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下一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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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那邊那邊 按得太好 有紅色的可以講 請問一下 你有考慮明天要辦桌機BOF嗎 哈哈哈哈 好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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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不錯 不過 明天就是 看有沒有其他用 養養帶怎麼自己做 哈哈哈哈 好 還有問題嗎 還有問題嗎 好 沒有了 好 那我們的閃電修 欸還有一個 來 來 按下去 來 我想大家都想知道 請問你是 一雙音源機會下 在影音桌機來的 就好 就剛好 沒有 沒有一定可以用而已 哈哈哈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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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